书房内的油灯跳了个花,房间内骤明骤暗,范贤看着面前这位将军脸上的黄色光芒的变化,眯着双眼,半晌没有再说话。 油灯蹦花,按沁国常俗来论,应该是喜事,但范贤此时并不能确认这一点。 说出你的来历,讲出你的想法。 范贤缓缓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面部的表情更加柔和一些。 我叫许茂才,那名将领微微一笑,开始讲述自己的身份,以及与范贤之间的关系。 范贤点点头,这样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确实对于隐藏身份来说,是一个必备的条件, 只是不知道对方是怎样在当年的清洗中逃脱出来,更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选择在此时向自己挑明。 少爷,我不是范府的人,也不是监察院的人。 许茂才平静地说道,我是叶家的人,更准确地说,我是小姐的人。 你是泉州水师的老人。 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后,范贤的眉头却没有舒展开去。 正是,许茂才应道,二十年前,我就是泉州水师周上的一名水手,泉州水师被裁撤之后,变成如今的三大水师, 而我来到了娇州,并且一直在军中待到了现在。 范贤知道这一段历史故事,这一段与叶家牵绊着,永远挥之不去的故事。 当年京都事变,母亲大人在太平碟院遭遇突袭,五竹书才没有以一个人的力量去挑战这一个国度。 不过事情终究是发生了,京都里老叶家的势力在一日之内被拔起。 问题在于,叶家的根基并不仅仅局限于京都一地,而是在各郡各路里都有自己的产业。 甚至这种触角已经伸展到了庆国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里,军队也不例外。 当皇帝陛下带着范贱班师回朝,当陈平平赶回京师之后,局面已定,所以在复仇之外,摆在君臣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叶家遗留下来的庞大产业与影响力。 正如历史上发生的那般,正如范贤所知的那般,叶家的三大方被收归了皇庭,成为了如今影响着庆国经济命脉的内裤。 而那些叶家的掌柜们却被朝廷软禁了下来,叶家则被安上了谋逆的罪名。 在京都事变四年之后,皇帝带着陈平平与范贱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反扑与复仇,直接杀光了京都里三分之一的贵族,甚至将皇后本来极为强大的一族屠杀干净,却依然改变不了某些事情。 比如叶家的罪名,以及对叶家的处置问题,因为这件事情,肯定与深宫里的那位老人家有关系,而且涉及到天下的太平。 叶清没死的蹊跷,死的冤屈。 为了防止叶家势力的反扑,庆国朝廷必须对叶家进行清洗,进行有甄别的继承。 为了庆国的稳定,这是唯一的选择,从后来的发展看来,便是陈平平与范贱也都默认了这一点。 所以庆渔堂的掌柜那么多叶,可以在京都里苟延残喘,直至许多年后,被长大成人的范贤带出京都放风。 而叶家遗留在朝廷与军队中的势力,却是被无情地一扫而空,不留丝毫。 而当年的泉州水师,因为要负责内库的出产护航工作,所以被叶家渗透得最厉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若是叶清没的私家水军,所以在事后的清洗中,泉州水师也成了首冲之地,被朝廷无情地裁割成了三个部分,在暗地里的镇压与清洗之后,便成为了如今庆国的三大水师。 美美斯吉当年之事,一直压抑在范贤内心最深处的那股邪火便开始生腾起来。 他明白,叶清没既然已经死了,为了天下的太平稳定,那些老人家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自己是皇帝,想必也不会手软,只是,他的心里依然会有些不舒服,不愉快。 发现了范贤开始走神,那位叫做许茂财的泉州水师老人轻声咳了两下。 范贤回过神来,有些表情复杂地看着这位许将军,心中涌出了诸多疑问, 这样一位叶家老人,在怎样在当年水师的清洗中活了下来,又是怎样将自己的身份掩藏到了今天。 叶家的势力自然都没有死光,不过绝大多数人早已如内库里的私库一般, 忘却了当年的身份,在袒露自己后,成为了朝廷里的议员。 而许茂财,显然不是这种。 范贤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许茂财更加直接地解释道,我入水师太晚,小姐本来是安排我在海上锻炼两年, 便进监察院帮院长大人,不过,您也知道,后来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没有机会与陈院长搭上头,很凑巧或者很幸运地,狗活到了今天。 你的意思是,如果陈萍萍知道你是叶家的人,也不会容你留在军中。 范贤冷漠地说道, 许茂财微微一正,思想片刻后缓缓硬道, 不知道,但我的运气已经足够好,所以我不会去赌。 那我父亲呢? 许茂财知道这位年轻人说的一定不是龙椅上的那个男人, 而是户部尚书范贱大人,略意私存后说道, 当年的事情太古怪,我谁也不敢相信。 谁也不敢相信,虽然依然是平稳的语气, 但范贤能听出对方言语中的一丝寒冷与失望。 京都事后,朝廷里没有人为老叶家喊冤, 而且当时的情况确实太过古怪, 身为叶家钉子的许茂财总在心中怀疑着, 陈婷婷与范贱究竟在那件事情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范贤依然是面色不变, 反而微微笑道, 想必你也知道我与老叶家的关系, 不过我不是很了解, 你这个时候来和我说这些事情, 有什么意义? 这是个试探, 从开始谈话到现在, 范贤自问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被人捉住把柄的地方。 许茂财疑惑抬头, 像看着陌生人一样地看着范贤, 却浑然忘了, 自己与范贤在今天之前, 本来就是陌生人。 少爷, 你是小姐唯一的骨肉。 许茂财沉声说道, 小姐的家业必须是您继承, 而小姐的仇, 您身为人子, 自然也要落到您的肩上, 茂财不财, 愿坐全马。 范贤沉默了少许后缓缓说道, 据我所知, 当年参与此事的王公贵族, 早在十三年前就已经被杀死了, 陛下英明, 只是让这些无耻匪累多活了四年, 报仇。 我应该找谁去报? 很明显, 许茂财这些年一直隐藏在胶州水尸里, 对于朝廷上层的动静并不清楚, 但很奇妙的是, 在这位将军的心中, 总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 叶家的仇人肯定没有死光, 而且也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死光了。 所以他微微摇头说道, 这是需要少爷去想的问题。 范贤是敬佩面前这人的, 此人既然没有什么马脚路在朝廷眼里, 如今也已经混成了胶州水尸的一员, 中江, 那么完全可以就这般幸福地混着日子, 将什么叶家, 什么小姐都抛诸脑后, 享受着高管跪决, 而不用想着向朝廷报复这一类很恐怖的事情。 而且按对方的话来说, 他当年入叶家的时间并不长, 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范贤依然不为所动, 微笑说道, 我为什么要想? 您是叶家的后人, 许茂才呼吸稍微变得快了一些, 似乎有些失望。 范贤摇摇头, 说道, 将军, 我敬重您的为人, 但您似乎忘了一点, 我不仅仅是母亲的儿子, 我还是个有父亲的人。 许茂才豁然抬手, 冷冷地盯着范贤的脸, 片刻后脸上涌现出了失望, 震惊, 了解, 放弃诸多复杂的情绪, 苦笑说道, 也对, 少爷毕竟也是位皇子, 依世间常理论, 范贤是叶家的后人, 但更重要的身份却是皇帝的私生子, 尤其是叶青梅早死, 一个被皇室暗中看管长大的人, 怎么可能对从未见面的母亲留有多少感情? 如果为叶家复仇的对象是朝廷, 难道这位皇子会愿意造自己家族的反? 这个社会依然是个纯正的复习社会, 风欲小说网, 所以许茂财虽然失望, 但也并不怎么吃惊, 只是唇角牵起了一丝苦笑, 暗自想着自己忍了这么多年, 今天骤然看到小姐的骨肉后, 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却不知道迎接自己的 是不是马上便要到来的灭口。 出乎她的意料, 范贤之士温和问道, 你既然能听明白我先前的那段话, 那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今天夜里赶来找我? 许茂才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问这个, 沉默半晌后说道, 自从消息传开之后, 我一直在暗中留意您的消息, 注视着您的所作所为, 并且想办法打听到了您离开丹州之后, 这几年间做了些什么事。 不论是执掌监察院还是接手内裤, 我总觉得您做事的风格与手法, 以及后面引着的那颗心, 和小姐很像。 所以我, 选择来见您。 所谓消息, 自然是指的去年震惊天下的范贤绅士之谜。 范贤忍不住自嘲笑了一下, 不知道母亲当年是不是如自己这般阴险无耻, 不过能够空手创出偌大的家业, 想来也是没有少用利害手段, 而且那两位亲王的死, 与母亲可是脱不了关系。 至于许茂财极敏感地发现, 那两颗极为相似的心。 同是天涯穿越者, 相逢何必曾相识。 范贤温柔地笑着, 心想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要找两个在心思方面能够靠近, 并且能够互相理解的人, 也就只有自己羽叶青霉了。 这种关系甚至要比一般的星号星号关系更为奇妙, 或许少了一些血缘上的清静, 却多了一些精神上的清静, 而且难以弱化。 这一定会是庆国皇帝所不能猜想到的一点, 甚至是范贤与陈平平也无法想象, 整个天下都会觉得不可理喻的事情。 身为皇子的范贤, 为什么会对从未见过面的母亲有那般深沉的感情, 甚至会深沉到将这个世界上的所谓亲情与皇族远远抛离? 正是没有人能够明白范贤对叶青霉的感情, 所以这世上再聪慧的人, 都不可能猜存到范贤的真实心思, 而在将来的某些重要时刻, 某些人一定会为此付出某些代价。 红长青, 范贤没有继续与许茂才的问题, 而是加大了一丝声音, 换进一个监察院的下属。 进屋来的是青娃, 这位荒岛余生, 姓被范贤那入门下的人物。 他本有姓, 但如今既然跟在范贤身边做事, 范贤便给他改了个名字。 也是为了日后形式方便, 之所以叫红长青, 一方面是源自范贤对于英雄人物的记忆, 一方面是因为红竹那小子在姓红之后运气绝佳。 激紧一些, 范贤低着头, 说道,不要让人靠近这个房间十步之内。 红长青领命而去。 许茂才有些诧异地看着范贤。 范贤望着他, 微笑说道, 这个时候, 你可以拿出你的证明, 来让我相信, 你与我母亲之间的关系了。 许茂才心头一正, 马上听明白了范贤的意思,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激动, 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 小心翼翼地从靴中取出了一样东西, 递给了范贤。 既然他敢来向范贤自报家门, 一定就要有证据来说服范贤相信自己的来历。 范贤捏着那颗金属子弹头, 一瞬间竟是有些诗神, 关于那个箱子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与五竹书知晓, 这颗子弹不止说明了许茂才的身份, 更让他陷入了一种恍惚之中, 仿佛回到了许多年前的泉州海边, 一名刚刚将入水时的年轻人不知因何 得到了叶家主人的欣赏, 得到了一样宝物。 皇帝在找那个箱子, 陈萍萍也在找那个箱子, 却从来没有人找到过。 你是怎么得到的? 范贤的笑容有些疏离。 许茂才也许是回忆起了往事, 眼圈见红, 轻声说道, 小姐在海边用这个扔着玩, 我瞧着做得精细, 所以觉着有些可惜。 二十年前的泉州海边, 一个面容轻力无仇的女子百无聊赖, 从怀里取出一颗M821的子弹, 往海里扔着, 试图打中一只因自己美貌而渐沉的海鱼。 身旁一位年轻人面露可惜之色, 这位女子笑了笑, 很随意地扔了颗给她作为玩具。 是的, 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的。 范贤站起身来, 两个手指缓缓磨缩着子弹的金属表面, 感受着那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触感与流线,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这个瞬间, 提督府里其余的人似乎都消失了, 什么浇州水师, 什么长公主, 什么军山会, 都如同海水泡沫一样, 在她的脑海中退去。 她只是想着这颗子弹, 当年拿子弹当弹珠丸的女子, 微微偏头, 然后一笑, 心想自己从那远方赶来, 或许为的就是赴她之约。